《猎王记下》第四章 于是妇人离开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倒油 器皿都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 以丽莎走到书面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此后 以丽莎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妇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灯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丽莎吩咐仆人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丽莎面前 以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后元帅有所求的没有 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 吉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她丈夫也老了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神人 我主啊 不要妙妻吼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她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晌午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她丈夫说 你找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 就回来 今日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她呢 平安五世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嘉密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仆人鸡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要推开她 神人说 有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侯我吗 以丽莎吩咐吉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 放在孩子脸上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以丽莎起身 随着她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 以丽莎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丽莎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近来 在以丽莎脚前 俯伏余地 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 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到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至死的毒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说 到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 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 二十个饼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他 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 亚兰人成群地出去 从以色列国 卤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他对主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 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 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 以色列国的女子 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 金子六千社克勒 衣裳十套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了信 就撕裂衣服说 我岂是神 能使人死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惜攻击我的 神人以丽莎 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 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 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 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丽莎的家 站在门前 以丽莎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 在约旦河中沐浴气回 你的肉就必复原 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 哼 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 他神的名 在焕处椅上摇手 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色的河 雅巴拿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 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 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 我父王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 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 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我指着所侍奉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地求他 他却不受 你若不肯受 请将两骡子驼的土 赐给仆人 从今以后 仆人必不再将 梵祭或平安祭 献于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 唯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 饶恕你仆人 我主人进灵门庙 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掺他在灵门庙 我也屈身 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 愿耶和华 饶恕我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曼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 神人以丽莎的仆人 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先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 说 都平安吗 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一塌连德银子 两套衣裳 请受二塌连德 再三地请受 便将二塌连德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将两套衣裳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 抬着走 到了山岗 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伊丽莎问他说 基哈西 你从哪里来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 我的心岂没有去呢 这岂是寿银子 衣裳 买橄榄圆 葡萄园 牛羊 仆壁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 就长得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这岂是不得的 小路 每个年车都得来 这岂是不得的 祝福 这岂是不得的 祸 或是不得的 对 大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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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